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向风儿行谈松韵 好演技和烂演技的差别在哪里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电视剧向风儿行事迹 县伟大院收官后的又一步上新热作 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值很高 但在作品开播之前 向风儿行的风格定位就让不少观众迷惑 剧中的男主 男配有很多都是演技过硬的实力派 尤其是王凯自大江大河之后 就成为了主流剧的香波波 但向风儿行这部剧明显是主打行业爱情的题材 这和王凯一直以来的荧幕形象有备 至于女主谈松韵 男配流畅不是出现在偶像剧里 就是出现在生活情感剧里 两人的气质其实和向风儿行中的飞行员元素 也完全不同 而目前来看向风儿行 虽然在内容上表现出彩 但是在演员的塑造上 还是没能突破演员以往在荧幕上的形象 这也造成了剧中演员的表演参丝 王凯 程泰深撑起看点 演技出众 在打开向风儿行之前 观众内心 没有人可以打败宋运辉 在打开向风儿行之后 观众内心 没有人可以打败宋运辉 除非她是顾南亭 剧中王凯饰演的顾南亭一脚颜值 身材一顶 演技发挥也非常稳定 在人物设定上顾南亭冷静沉着 作为部长对自己要求苛刻 对下属更是严格 虽然王凯本身长相并没有强烈领导感 但是他稍显年轻的面庞 的确处处都透着不属于他外表的沉稳 在看到女主在恶劣天气时的落地操作时 顾南亭一本正经地提出飞行安全的隐患 但是女主认为自己没有违反安全手册 而且落地一气喝成稳稳当当 没有任何操作上的问题 结果没想到两人刚结下院 女主就从货运簿调到了客运簿 接受面试的时候 顾南亭更是抓住她飞机落地时的操作 让她从观察员重头坐起 在一场戏里 王凯的表现始终沉稳冷静 面对女主的不满 她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甚至在女主提出对客运簿的质疑时 她虚心接受 认可了女主的观点 只是不论是批评质疑 还是称赞认可 王凯的表情始终冷淡中带着疏离 给人一种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感觉 在这些日常戏里 观众通过王凯的表演 get到了顾南亭身上堪称禁欲戏的魅力 而除了王凯之外 程泰深 刘军等人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这两位老戏鼓在荧幕上塑造的角色很多 程泰深在今年上线的人世间中 还塑造了酸溜溜的文人缝画成一角 凭借这个角色 程泰深已经成为了假高清 真虚伪的代名词 只是没想到逢化成大出圈 但向风儿行里的程泰深 却成功撕掉了身上的人物标签 演绎了陈文有亲和的安检部部长 谢泽天一角 至于演员刘军 出场就是老戏鼓的气质 戏份不多 却把看不起霍运部对女飞行员 有偏见的歪心思演出了道貌岸然的急事感 在那场面式的戏里 观众是真的信了他演的江涛是个有胸怀 名是李的部长 这也说明 这些老戏鼓的演技 的确有着绝对的信服力 让观众相信角色 相信情节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女主演技格格不入 王凯饰演的顾南亭就是客运部飞行员部长本人 但是谭松韵饰演的程潇却常常给观众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他饰演的角色性格直爽 洒脱 不论是职场还是生活中都大大咧咧 颇有个性 但是在谭松韵这种娇小的小圆脸 一口一口自称姐的时候 观众就开始疯狂出戏 塑造程潇这样的角色时 谭松韵始终没能撕掉以家人之名最好的我们中 活泼青春感的标签 甚至有时候 他稍显活泼的剧情都让观众觉得他是 在伪装大人的形象 骨子里其实还是个蘑菇头的小姑娘 比如在和外国飞行员比赛的那场戏里 程潇要接受冰桶惩罚 这场戏本应该展现的是 程潇身上不输男性的魄力 塑造角色性格里说到做到 勇于承担的一面 可是镜头里的谭松韵表现得再坚韧 观众都觉得他身上散发的是幼稚的孩子气 很明显 他的形象限制他的戏目 但同时这也说明谭松韵作为演员在塑造力上过于单一 而除了谭松韵之外 郭子成饰演的夏至也有些出戏 在人物形象上夏至的旋律和条件都不出彩 他能够通过面试成为空姐 完全是因为空城经理爱加看中了他的心理素质 而成为空姐之后 夏至本来很吸睛的人物性格莫名 变得杂杂糊糊 让人烦躁 比如在他的同时遭到性骚扰的时候 他就像是没接受过培训一样 穿着空姐的制服指着乘客的鼻子骂 在这段戏里 观众当然知道乘客才是错误的一方 但郭子成咋呼的样子的确招人反感 紧接着的剧情是爱加和女主承销出面 此时郭子成站在爱加身后 即便是有经理挡着他还是存在感很强 动不动插嘴恨不得起脸乘客 不知道的还以为受了委屈的是他 回顾一下爱加此前对他的重视 为了让他留下来说的好话真的全白瞎了 很显然 成肖和夏至身上都有真性情的一面 可惜的是本应该作为角色高光看点的真性情 在演员的塑造下 并没有达到该有的效果 谭松韵的表演流于表面 波子成的演技杂杂糊糊 如果说王凯和一众实力派演出了这部剧的专业性和质感 那谭松韵和波子成就是拼命地把行业爱情剧王狗写偶像剧的赛道拽 要是没有对比 还可以推锅给题材就是如此 但是有了王凯 成太深 刘军这些演技派 观众一下就能看出演技的参差 好 坏演技的差距 当然向风而行作为一部行业爱情剧 在题材内容上看点十足 人设碰撞方面也很有新意 部分演员的发挥并没有影响剧情的发展 只希望在后续的更新内容里 演员能够更加融入角色 谭松韵和王凯能靠CP感留住观众 最后 你对向风而行中的演员有什么看法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吧 感谢观看